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新颖不公平的一块地 我们稍微快进了个一两分钟 因为前面都在照建筑 没什么解说的对吧 我们直接快进了一分钟 我们在这个油田位置 我们这个位置有三个基地 钱比较多 所以说我一上来 就有什么造什么 多造一点地堡 多造一点动员兵 然后我们再造一个电信杆 防止那个蓝色打过来 所以说前面不要省不得钱 又不是现实中的钱 带又带不走 先在家里把这个防守力量做好 然后我们再发展盟军 这个位置一定要发展盟军 造那个高科技 出间谍 准备去偷一个集 旁边有一个小蓝 小蓝是重工位 他在跟那个刷兵位置在打 我们坦克没他多 而且他的坦克都是生一心的 出去也打不赢 所以说我们就躲在家里 准备偷偷摸摸的偷他一下 对吧 偷什么呢 准备先偷一下他的钱 你看他造了四五个重工 他造了四五个重工 坦克比较多 但是我家里很多地宝 直接过来把他的钱给他偷一下 看看偷了多少 偷了一万对吧 然后趁他去打那个橙皇色的时候 我们过来再偷一下重工 偷一下重工 我们坦克生一心了 就算这个时候他生气了 他冲过来打我 他也不一定打得下 对吧 因为我偷他之前 我在家里造了很多地宝 很多电线杆 很多这个动员兵 然后我们再拐过来 看看能不能偷个兵营 偷个兵营 哎呀 但是被地宝整死了 而且小蓝他也不敢打我 他打我了他害怕那个橙皇色偷袭他 对吧 因为橙皇色离他比较近 我们偷完几以后呢 就不要去整蓝色了 你再去整蓝色 等一下把他整生气了 他直接往我家里冲 因为这些路人呢 我比较了解他们对吧 因为我经常伤害他们 但是现在我没有偷到兵营了 我这个飞行兵没有生意心 哎 你看小红 小红一个核弹 炸了这个香之味 对吧 我们广快把基地拖出来 把基地拖出来的 就不要踩那个蓝色的矿了 因为我刚才用间谍偷了一下他 他有可能记恨我 我再踩他的矿呢 他就更记恨了我了 对吧 难得做一份好人 本来这个矿都是我的 让他跟这个橙皇色慢慢消耗 然后我们把坦克呢 停在外面来 准备踩外面的矿 再先打这个 淡淡色 这个淡淡色是香之味 他被那个核弹炸了一下 被那个核弹炸了一下 我们他家里没什么东西 对吧 我们用这个间谍伪装成飞行兵 走着地上的走地机 看看能不能偷下他的兵营 他发现了 发现了把我的间谍整死了 整死了不好偷 他没有兵营 你看 他没有兵营 这个间谍呢 感觉什么都偷不到 那就直接把他带走啊 他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 走进来看看能不能偷一点钱 你看又被他发现了 那你没什么利用价值不给我偷呢 我们就准备带走他了 然后在下面的出一个重工 这个坦克就可以走下面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一看红色的核弹 闪电风暴已经好了 我们现在还不能打这个淡淡色 等这个红色把闪电核弹丢了以后 我们再打对吧 万一我去打淡淡色 他核弹闪电炸我怎么办 炸我的话我就打他对吧 等那个红色把超级武器用掉了 我们再进攻 然后在这里摆一个框场啊 你看我虽然是油田位置 但是我这个经济的还是不好 你看存款都花完了 这边蓝色跟橙黄色两个人还在对峙 也没有打起来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不敢轻举妄动啊 等下你轻举妄动 坦克死光了 那个后面的蓝色打过来 我守不住 这个红色核弹闪电炸我来 我也比较难受对吧 敌不动 我也不动 你这个核弹闪电 你总得丢啊对吧 等你丢出去了 我们再上 然后这边两个人耐不住寂寞 终于打起来了 你看到没有 终于打起来了 这个红色的核弹 你快你到时候快炸呀 你炸这个淡蓝色也行 炸我也行 你炸我的话我就整他 然后我们这个光灵坦克 先打一下 先打下他这个天骑坦克 把他的飞行兵勾引过来 再把他的飞行兵整掉 这个小红的核弹闪电 捏得够准的 他一直不用 一直不用了 我们就直接打出来对吧 反正我的坦克比较多 他炸我家 我就用光灵坦克打他 然后你看 他知道炸我家没用 他想炸我的光灵坦克 管快把光灵坦克往后面躲 他想炸我的光灵坦克 你看到没有 这小红很狡猾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淡蓝色带走以后就准备打他 他还有一个闪电孵暴拿的手上没有用 我估计等一下我冲他的时候 他闪电孵暴会炸路口 然后你看放闪电的对吧 放闪电的我们广快走 你看他就知道闪路口 闪我的光灵坦克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啊 然后这个时候你闪电核弹用掉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打进来 我光灵坦克升一星的升三星的 然后他导弹船炸我来 我们就把防空拍过来 这个盟军的防空不太行 守这个导弹来不太行对吧 但是没事 我坦克有优势 直接把他的犀牛坦克扫掉 你看这防空不太行 守住他的导弹 他的导弹都升了三星 广快走进来走进来以后呢 直接把他家里扫干净 这光灵坦克比较厉害 他核弹又立起来了 要发射对吧 但是他这个核弹还有四十几秒啊 直接打掉他 打掉他再打掉重弓 打掉电厂 他还有闪电风暴啊 那闪电风暴是隐形的 只要他没有电 闪电风暴就用不了 哎呦这三星的 这三星的导弹船呢 他他那个导弹有爆炸效果 你就算他那个导弹没炸到你 只要炸到附近 他都会炸死我的光明 所以说这个三星导弹比较厉害 我们一定要走位 你看这走位都被他炸死了 对吧 他那个导弹有一个覆盖效果 但是没事 我们直接把他 刚才谁把我坦克丢到水里面去了 那个小黄对吧 你们看到的是那个小黄先动的时候 哎呀这三星 这三星的导弹船不带好夺子弹了 因为他这个一炸炸一片 直接飘死你 这个小红呢上面还一块地盘的 当时我都没注意 我还以为那个上面是飞机位的 上面还一块地盘 然后他在上面出了一个核电厂对吧 有了核电厂呢 他就用可以用那个闪电风暴啊 他有一个隐形的闪电风暴 然后我们打他的船长 先把他这个船长拆掉啊 拆掉船长再把光明坦克调过来 光明坦克调过来修一下桥 然后他就死了哎呀这边 这边蓝色的提前结束的战斗 你们两个人再打一会 你们两个人提前结束的战斗呢 我还不敢去打这个小红 但是这个小红有三星导弹船 你看这三星导弹船 这个盟军的防空守不住 然后他又丢了个闪电炸我对吧 这盟军的防空就是比较拉快啊 不像苏军的防空 我用光明坦克先扫掉你的导弹船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受不了了对吧 他一直用这个闪电炸我 我们直接光明冲进来 光明冲进来先把小红带走 这个城黄色一看呢 我的坦克到上面打小红去了 家里比较空虚 他所有坦克冲到我家里来 你看到没有 这没办法我们有仇当场就爆了 先把小红带走先把仇爆了 然后这边冲进来打我又来的基罗夫对吧 我们广快把光明坦克撤回来 但是不用慌啊 我家里有很多地堡很多兵 我开局了招了十几二十个地堡 你看到没有 招了很多地堡 然后我光明坦克回来了 他想掐住我的头 掐住我的头 我们躲到围墙后面 那里有一道围墙 围墙格挡一下 这边基罗夫过来 我们用防空手术 他打我基地我们修一下 光明坦克直接冲进来 先扫死这个坦克 然后基地收动一下 再把基罗夫给他打下来 基地要广快打开啊 防止被那个小黄丢到水里面去了 再把他的基罗夫给整掉啊 这一波呢 守住了 但是我们家里被他打飞了对吧 我们这个位置还好钱多啊 我有油田啊 然后当然是 不是当然是这个陈王社又刷了很多兵 他这个位置会送兵啊 又刷了很多 但是这一波冲过来 我们不一定守得住啊 后面呢 还有一个小黄对吧 那个小黄有那个超级武器 刚才那个小黄呢就是把我坦克丢走了啊 本来我家里有一点坦克还比较好防守的 他那波超时工把我九个光明丢走了 我们广快把光明分散开来 拿海豚过来呢先拆掉他的海军 防止等下他出导弹船来打我对吧 再造一个维修车把这个坦克修理一下 现在我没有重工啊 没有重工呢 我们要广快造一个重工出来 然后就只能出犀牛坦克 但是这个陈王社在造什么 他在造飞行兵不行 我得出一点防空 我家里没什么防空啊 就几个盟军的防空 盟军的防空呢不太行的吧 然后他想打我的牛 广快把牛车拖回来 现在钱比较多有五万多 你看到没有 这个油田一直给我涨钱啊 有什么就造什么 我们直接造很多大头兵 造很多大头兵 然后直接出两重工 那个小黄呢有两个超级武器好了 一直没有用啊 他在观摩对吧 他在观摩我们两个人打 等一下找到机会的再偷袭啊 还得小心那个后面的小黄 他有超时工 然后这边飞行兵冲过来打我的光明坦克 光明坦克往后面撤 然后再造一个苏军的防空炮 苏军的防空炮比较厉害 这个盟军的防空炮不太行 然后这个陈王是还要打我吗 我们两个人已经两败俱伤了 后面还有一个大boss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应该联手对吧 但是他还要打我 还要打我呢 我们就直接冲出来 他有光明我有光明 我的光明是三星的 三星的他打不赢 然后他的犀牛坦克冲过来 我有大头兵有犀牛坦克 这个大头兵压又压不死 你看到没有大头兵防守比较厉害 然后他有举具车对吧 我听到举具车的声音 你看他有举具手啊 但是没有用 你没有坦克了 辐射兵过来直接三星坦克 点死辐射 你全是防空的 你没坦克 这边又来了个辐射 烧死他 然后你家里没坦克了 我们直接打过来 你看这个三星光明 三星光明就比较厉害了 然后还得带几个防空 带几个防空 防止他出飞行命对吧 然后我们把他的牛车扫干净 现在我的钱比较多 钱比较多 我们再造重工 不要着急去造那个高科技 现在要保证坦克数量 我们准备造到四重工 等一下出坦克比较快 他又刷了光明 我们造四重 再造一重 出到五重 这样坦克就造的相当快了 然后橙黄色的送了这个导弹船 他这个位置是送的 送了这个导弹船要来炸我 对吧 我们广快把海豚派回来 把海豚派回来追他的导弹船 然后把大头兵直接派到前面来 这边又来了两个基洛夫 这是送的两个基洛夫 我们用防空手座 然后光明坦克直接戳他 站在这个围墙后面 看到没有 站在围墙后面 他就打不进来 你看坦克死光了 我这个都是三星的 都是一星的 他那个没升星的 打不赢 对吧 然后直接把他的这个东西整掉 这边基洛夫进来 我们有个三星的防空手 有一个三星防空就可以守住基洛夫 然后要打快一点 不打快一点的话 等下这个陈王社呢 他死掉一波 他又来一波 死掉一波又来一波 因为他的坦克不要钱 对吧 他是小盟军 他这个犀牛坦克 天气坦克 都是这个属性 都是送的 他这个地方可以一直送坦克 但是我现在想打快一点 但是我没有盟军基地啊 我没有盟军基地 造不了光临坦克 对吧 哎 管快出一个基地 我有这个维修厂啊 这个地图呢 我没有盟军重工 也可以造盟军基地啊 你看到没有 我才发现我没有盟军重工 对吧 但是我有这个盟军的维修厂 可以造个盟军基地 然后他一看我出了个盟军基地呢 他就直接投降了 因为等一下我可以出光临坦克 光临坦克就可以打进去了 这个犀牛坦克比较难充 因为他门口有那个地堡啊 然后这个小黄一看 陈皇上要投降了以后 他开始动手了对吧 他直接冲过来要打我基地 我们只剩下两个基地了 把一个基地提前拖出去 他在打什么 他在打我的重工啊 兵分两路 要把我五个重工全部拆掉 拆掉了我四个重工啊 但是我还有一个重工 他打我基地也没什么用啊 因为我可以造 我有四个重工 两个维修厂 他打掉我两个基地 他就打不了我重工 打掉我重工呢 就打不了我基地 对吧 现在呢 他躲到里面 看又看不到 家里是黑起来的 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光临坦克 所以说呢 我们不着急 准备狡兔三枯 哎哟 他还有这么多兵力 你看 他直接打到外面来的 我们广快把这个动员兵 大头兵派出来 他还想把基地拖出来 踩我的框 我们直接再造几个基地 多造几个基地 再出一点牛车 因为我发现他的坦克没有偷到几 他没有身心的 没有身心的 我根本不怕 而且我还有这么多兵 你有铁木对吧 你有铁木我也不怕 我有这么多兵扛伤害 等你冲过来 铁木就消失了 看到没有 你以为你有铁木 我就会后退 我动都不动 根本不后退 然后等你铁木消失了 以后呢 我们直接冲上来 把你赶到里面去 怎么可能让你出来 踩我的框 直接把他赶到里面去 对吧 他这个里面呢 虽然比较好防守 又送了两个超级武器 但是他那个里面呢 没什么钱了 他那个里面比较穷 我刚才比较卡钱 但是我发展一下 一下子就有钱了对吧 你看我造了多少个牛 我造了十个牛 十个牛采矿 而且我后面还送了十来个油田 我这个经济一下子就好转起来了 然后呢 我们再造几个基地啊 因为这三四个基地 我感觉少了 等一下他一波超时空铁木过来 打我的基地 等一下我又没基地了 我们再造三四个基地 先把这个三星基洛夫整掉啊 飞行兵打掉三星基洛夫 一定要角兔三枯啊 角兔三枯 我两三个重工 两三个基地 两三个维修厂 他就打不死我了对吧 先保证自己不死啊 然后我们再造一个苏军的高科技 造个苏军的高科技 等一下可以造复制中心 可以造这个飞行兵啊 也可以造核电厂 我这个比较缺电啊 得造一个核电厂 然后先造一个盟军高科技 先造一点光临坦克啊 飞行兵呢 没有升星的 我没偷得及 飞行兵没什么用了 就走到里面探一下视野 看一下看 哦 他这个里面呢 就这个十来个坦克 对吧 他也没什么钱 坦克就十来个 那么我们就可以打进去了 得先让他把这个超级武器用掉 现在他有两个超级武器 看下面的倒计时已经好了对吧 他有可能呢 会飞到我家里来 你看他队形都摆好了 有可能要飞到我家里来 但是我两三个核电厂 四五个基地 四五个重工 两个维修厂 他怎么打 他在思考 你看到没有 他在思考 我到底打哪个位置呢 到处都有东西 然后你飞过来有什么用 我基地比较多 重工比较多 然后你飞过来 你铁木套不套 你再不套我就抱着你 抱着你来给我套一个 然后直接点他没有套铁木的坦克 我们就走对吧 等到铁木消失 铁木消失以后呢 飞行兵就可以过来 他没有防空 他在打什么 他在打我的光临坦克对吧 他这样跟我耗 没事的 我死掉了 我有钱照 他这个九个坦克死掉了 他没有钱照对吧 他那个里面比较穷 只有一点点矿 然后我们飞行兵慢慢挠就行了 飞行兵慢慢挠 他有两个残血的 但是他回不去 这个桥是断的 只有我这边能修啊 他那边修不了 他要修的话 得用那个气垫船装漏人过来 先把你三星哪个整死对吧 然后你的超级武器用掉了 我们准备造一点光临啊 但是他那个位置的超级武器 倒计时比较快 他不是正常的那个倒计时 他那个倒计时比较快 你看看下面倒计时 他那个超级武器又好了对吧 你倒计时比较快 但是你没有钱 造坦克呀 他又造了十几个 估计还有一点存款了 又造了十几二十个 你来呀 我这里到处都有东西 你打哪个位置 他又飞到这边来 飞到这边来 打我基地 我们把基地卖掉一个 你打基地就卖掉了 你掏铁木 你没有防攻 你打我又卖掉 我下面还有三个基地 你到下面打我三个基地 我等一下再造基地 你飞过来打不死我 所以说一定要不要着急去进攻 你去进攻的话 等一下他一波超时攻 把你基地干完了 先保证自己不死 你到底打什么 打基地打重攻 我什么东西都有 我下面还有两个基地 飞前面先防守一下 这个时候我的基地被他打掉了很多 我们等一下再补几个 反正我钱多 然后光临坦克差不多了 对吧 准备修桥 趁他的超级武器用掉了 这个时候你没有超级武器 但是这个倒计时太快了 你看 我准备修桥 他的超时攻马上又快好了 广快修桥 修了桥以后呢 直接冲进去 他家里肯定没什么坦克了 我这个坦克都是生意型的 还带着飞行兵冲进来 你敢过来 你只有四五个坦克打不赢 先扫掉地毛 然后把这个坦克分散开来 防止被他传到水里面去了 他只能传我的坦克 你看 传了我三个光临 给他有理控了 但是你只有三个光临 我还有这么多 他有铁幕 等到铁幕一套 我们广快往后面走 他还追 等他追到外面来 他铁幕就消失了 我这个光临死掉了没事 我家大业大 我比较有钱对吧 你看 耗着耗着他就耗不赢了 这一波坦克再死完 你还有钱照 你看受不了了 直接投降